非常的…很簡單 但是代表了一定的高度 比如說一個運動者 他說他白天有機會去獻花 去購物 但是對不起 沒有做了很多 這個表示說一個運動者 雖然跟228沒有直接家屬的關係 但是整個歷史對他來講 對嘉義地區的民眾來講 跟一個運動者就產生了這樣子 對他為什麼會進行這樣的運動 產生了高度的愛情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不能去了解 我只是指出這一段跟嘉義比較直接相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整個影片裡面充滿了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是已經看了很多次 每次看也每次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這一個小時段 是不是留給大家提問 因為接下來一個時段 是柳葉老師要來分享 那個人人家人的教學 不知道有問題嗎 沒有人要拿手嗎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見過你了 真的見過 請說你的大名了嗎 自己的問題還是你的問題 怎麼可以 喔 畢姓宏 對 您好 我想請問 其實我覺得他在做運動的時候 他喊的那個口套像獨立什麼十次 喊十次然後獨立那個 我覺得他其實蠻能去煽動那個氣氛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有手腕的人可以辦雜誌 但是他不選擇成為革命家 他卻選擇要為他的理念做那個革命的犧牲的先去者 不更的看法 我記得 我記得我用那個李嘉童教授來回應你 那個時候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他選擇把紀大學生遷到台北 副校 遭受到埔里居民 對他的抗議說 你為什麼不讓大學生留在埔里 來參與重建 那他在台大辦了一場演講 就是解說的時候 他就說一粒麥子死了 仍舊死一粒 可是如果種在土裡 他就會解除許多子力來 所以李嘉童他那時候選擇以下台 來對這些當地人不滿 來表達他的一個回應 所以我想鄭南榮他說 我們如果把他看成劣勢 他今天他以這個死 以這一把火 他能帶到在一起的革命 我想是大於他苟活下去的 那個另外一種選擇 謝謝 謝謝你 你們都是很有看法 有想法 大哉問大哉答 另外 因為我們剛剛也看到 除奇的三尼華 他其實在除奇 這個沿河那邊的公園 那邊那樣實際有做了一個紀念堂的公園 所以每年五一九都會有活動 這是我們嘉義人應該應為王的優惠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就是這樣去做 所以當我們不是在鼓勵 郵遺政策不是在鼓勵說 這不是說 說這裡可以直接有什麼行動的反射 而是說 當那個時代過去了 我們怎麼樣的來看那個時代 那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可能還更重要 吉安姐在今年比較明確的講出來 這樣做一個家族其實是很適合的 到現在我也不太敢 問太多過去的事情 那一個狀態 因為當事人很難理解 或很難去懂理心去感受到 那正當人生就有跟他講 你做你怎麼在割店 我啊 你怎麼在這裡 因為那是你的男子 你說這個會聽起來的殘酷 但這個裡面 後來吉安姐今天會講 就是有一定的意義 意思就是說 這個事情我已經走到這裡 我必須做一些決定 那你們接下來也有你們的責任 所以那個問題不是鄭南農的問題 變成是我們活著的人的問題 那經過四分之一世紀解緣了 可是台灣沒有真正的解緣 大家可能各自有答案 整個情勢並不是特別好 大家有很多口水趣或者是不安 那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 從頭到家以來其實有某種心情 趕快跟所有人自己講 那更不能加上那一件 那機器提問 沒有人舉手嗎 還是因為太沉重要休息一下 接下來第二段我們是要請一位老師來跟你們講一下 那我們為什麼會進行教案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回應社會的一個方式 台東半曹是一個媒體人做了這麼多事 生前 平凡228也有 突破界人也有 我們現在可以回顧 這個幾乎是台灣站穫非常關鍵 或是世紀的關鍵 如果我們要解釋 或者是要了解 台灣今天能夠走向民主化 這段歷史不能不講 這個歷史如果沒有講出來 例子是說1987年7月4號 台灣解 問題是怎麼解 整個社會的名氣怎麼來 怎麼有辦法促成政必須宣布解 解也不是真的解 解馬上制定國安法 國安法到今天為止還存在 所以很多順暗者他們不能 還是我們的順暗者 888也一樣 不能上帝 這個法條還在 所以其實有很多歷史的問題 到今天為止沒有解決 表面是民主 可是那個問題會留給我們直送 或留給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不解決的話 還是要休息 蛤 蛤 蛤 不用好了 不用好了 這是什麼 已經開始了 請陶老師 請幫你謝謝 我們下一個節目 也不算節目 應該是分享 那我應該站在哪裡呢 我不曉得 隨意吧 等一下 在電腦附近 站在這裡吧 你站在電腦附近 你站在電腦附近 好 等一下 我有在搖晃器 我不要打 我比不關 會不會 有 在電腦附近 在內 在電腦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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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有